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看第二句 and when we can continue running through life and appreciate it 这句话appreciated 你标记的是等同于atmeal 他们二者之间的区别 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appreciate 侧重于的是意义上面的欣赏和感激 atmeal 侧重的是针对某人的欣赏 或者说是对物的一种欣赏 赞赏 二者在一般使用的时候 它的确是有一个近义词的关系 等同一个意思 但是在这里appreciated后面有个eat 组合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组叫不胜感激 那么appreciated在这里 它和admeal 轻辈的意思 就不能说他们是同一替换了 所以这个就不用去标记了 然后在单单的一个单词的时候 可以去标记 但是在一个完整的句子里面 要注意的是它的词组 还有单词它们的搭配 它是不是组合成了一个词组 然后先接上一句 这一句是 它用了一个end end在这里是一个并列关系 问呢 依然和上面一句一样的套路 从去引导 然后我们来看它引导什么 learning through life 自明的意思是说滚动的人生 或者说是滚动的生命 we can continue 自明意思就是说我们能继续保持什么什么 我们就这样去灵散的灵性的去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就把自明的意思可以去这样去理顺以后去翻译出来 就是说并且我们能够继续保持滚动的生命 并且去感激它 这样的翻译呢 是对的 但是呢 这样翻译我们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顺 就是不是那么的丝滑呀 也不是逻辑 逻辑丝滑也不是那么的严谨 滚动的生命我们就去想一想 用什么可以去等同于去替换一样的意思 滚动滚动就是不断前进对吧 不断的往前面前行啊 这样那么就是可以想象到是不断前进的人生 或者说不断前进的生命都可以 接下来的感激它 嗯我们再试想一下 既然我们是要不断的滚动自己的生命 不断的前进的人生是什么 是为了是干嘛呢 是不是为了创造出自己的一个价值 这样才有意义 因此我们就把这句话这样去改一下翻译 就是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前进 自己的人生并能够创造出价值 咦 下一番 瞬间和字面翻译对比的话 这句话的翻译呢就又舒服又丝滑 然后成功的完成了第二句的翻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